前轮着地 后轮起飞 直升机一众即将倾倒的方式滑行 这不是什么游戟画面 也不是AI生成的 而是波兰的一架米24磁路在阿富汗起飞时的场景 这种极端的飞行姿态并不是米24的极限 更极端一点的话 那就是这样 飞机几乎与地面垂直 看上去跟摔在地上一样 飞行员技术差一点 估计就翻击了 不过一般情况下 直升机是可以依靠悬翼垂直起降的 起飞难度没那么高 那么这架米24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极端方式滑跑起飞 直升机的起降方式又有哪些 提到直升机 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一直转的螺旋桨与垂直起降 通过操控悬翼产生的升力和推力 直升机可以垂直起降 至于为什么要滑跑起飞 那就要从直升机的旋翼开始说起了 旋翼的气动力学原理 处要涉及两个方面 升力升成和反扭矩 在升力上 直升机的原理与固定翼类似 都是波努力效应 流体的流速越大 压强越小 流速越小 其压强越大 固定翼飞机的机翼形状 使得其在滑跑时 机翼下方的流速低于上方的流速 在机翼上下方产生压强差 下方的压强大于上方的压强 于是就有了一个升力 直升机也是这个原理 旋翼的形状与固定翼飞机的机翼类似 而不是上下平整 在高速旋转时 旋翼上的压力依旧是下方的压强大于上方的压强 从而产生向上的升力 当这个升力大于直升机次重时 直升机就上升 小于直升机次重 直升机就下降 刚好相等 直升机就旋停 不过与固定翼不同的是 旋翼在旋转时会产生一个反扭矩 也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旋转的旋翼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 使得直升机产生一个相反的扭矩 就比如竹蜻蜓一样 在旋转的时候 棍子与叶片一起旋转 对于直升机来说 那就是机身会跟着旋翼一起转 对飞行员极其不友好 旋转上天 这谁顶得住 为了抵消这个反扭矩 直升机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围翔产生一个与旋翼反向的气流 从而产生一个反作用力来抵消反扭矩 保持直升机的平衡 当然也有二般情况 那就是共轴双旋翼设计 直接给直升机装两副旋翼 上下叠在一起 反向旋转 扭矩自动抵消 不需要围降 这个设计保证了飞行的稳定性 卡五二就是这种设计 共轴双旋翼的设计确实有优点 与传统直升机相比 尺寸大大缩小 重量更轻 机动性更好 在大载荷以及不利环境下 有更好的爬升和旋庭能力 只可惜问题也很多 就拿卡五二来讲 其最大的隐患就是那两个旋翼 直升机的旋翼基本上都是柔性设计 高速飞行的时候会上下弯曲 在运行的时候 两个旋翼可能会相互碰撞 就比如卡五二的前辈卡五零在试飞时就出现过两次击毁人亡的情况 第二问题就是安全性 在遇到事故时 一般的直升机都是靠旋翼的自转 减缓飞机的下坠速度 再结合新能设计来减少人员伤亡 这个算是主流直升机的保护装置 军用直升机一般都是在低空和超低空工作 迫降难度比战机小得多 就算是发动机不转了 直升机的旋翼还能自旋 为直升机提供一定的生力 保证缓慢下降 为了保证安全 直升机的抗坠毁设计挺好的 就比如黑鹰直升机 座舱结构和座舱都有很强的抗坠毁能力 能吸收坠毁冲击能量 保证在坠地后不会彻底变形 油箱也是专门的抗坠毁油箱 坠地后不会爆炸或者爆燃 不过以上优势不适用于卡五二 对于卡五二的飞行员而言 平常都害怕悬翼出事 悬翼不转了 自然没办法保证直升机缓慢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抗坠毁设计再好也没用 为了保证飞行员的安全 只能采用技术复杂的直升机弹射逃生系统 只是卡五二的弹射逃生系统也不怎么靠谱 螺旋桨讲义太多了 一不小心就会出现事故 从实际事故的统计数据来看 卡五二出现坠机事故之后 飞行员获取的概率相当小 其救生系统的总体效能 特别是性价比这一块 比主流直升机的被动式设计差太多了 言归正传 在悬翼方面 除了升级和反扭矩之外 也有其他功能 比如控制直升机的方向 通过控制旋翼推体向前后左右倾斜 就可以改变旋翼拉力的方向 然后直升机就能转向 通过控制围桨拉力或推力的大小 也可以达到是直升机偏转的目的 从以上设计来看 直升机的起降方式很简单 旋翼一直转 直升机获得一个向上的力 直到这个力大于直升机的自重 直升机就能飞起来 那为什么米二四会选择这种特殊姿势起飞呢 或者说直升机滑跑起飞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其实很简单 节省功率 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场地条件比较好 有开阔的跑道 没有障碍物的话 直升机都是正常垂直起飞 通过旋翼旋转带来的生力 使直升机垂直离地约2米至3米 之后进行短暂悬停 检查一下发动机情况 就能以较小的爬升角度 增速爬升到一定高度 还有更纯粹的垂直起降 如果直升机起飞场地比较狭小 并且周围有障碍物时 直升机的旋庭高度就会大幅增高 起步都是10米朝上 如果离障碍物是10米 那直升机的旋庭高度就是20米 之后就是逐渐增速 这种方式对发动机有要求了 在旋庭时候要求发动机还有部分剩余功率 如果功率不够的话 直升机就会在增速的时候掉下来 直接击毁人亡 当然如果发动机功率不够 直升机还想起飞 那也有办法 滑跑就行了 当直升机的载重过大 或者机场标高 以及其他气象条件 导致直升机无法垂直起飞时 直升机就可以像固定翼飞机那样 采用滑跑的方式起飞 直升机滑跑起飞 就不会有垂直离地 与近地面悬停这两个阶段 而是变成了滑跑增速和空中增速 之所以可以节省功率 原因就是滑跑起飞 使得升力有所增加 简单来说 就是直升机在滑跑时 整体悬翼气流量增加 升力效率提升 其实就是诱导阻力降低 直升机悬停时 完全依赖自身旋转产生升力 不过这也存在一个诱导阻力 以及下洗气流 也就是悬翼转动 使气流从悬翼上面 流到悬翼下面 直升机悬停时 悬翼要花费70%以上的升力 来克服这个阻力 而直升机在滑跑时 外部气流增强 减少了下洗气流的强度 诱导阻力降低 所以在相同的条件情况下 升力更强 直升机就能带来更多的东西 之后就是增速阶段 随着飞行速度增加 悬翼虚用功率也会下降 直升机就有部分剩余功力 用来爬升和增速 从而完成整个起飞过程 如果要更简单一点 那就给它数据化 直升机在起飞前 飞行员会确定一个标准值 专业点来说 就是悬停功率 如果悬停起飞 起飞功率需求 会大于悬停功率 但滑跑起飞的话 就没有这个要求了 需要的起飞功率值 低于悬停扭矩 直升机就能完成起飞 从表面上看 滑跑起飞的作用并不大 但实际并非如此 这个优点在高原地区很明显 相同的起飞重量 悬停起飞可能功率不够 但采用滑跑的方式就解决了 这也是波兰米尔斯 为什么会在阿富汗 采用滑跑起飞 姿势还那么销魂 如果不是在高原地区 采用滑跑起飞 直升机还能运更多的东西 何乐而不为 一般情况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直升机都是用滑跑的方式起飞 起飞之后就是着陆了 这点其实没什么好聊的 也就是起飞的逆过程 如果着陆地点比较正常 可以正常垂直着陆 以一定的下滑角 向预定点下降 并逐渐减速 在接近着陆预定点前 直升机小速度贴地飞行 到达预定点后 在三米至四米的高度悬停 之后垂直下降 直至接地 这种着陆方式 对着陆场地要求少 场地面积的要求也不高 如果着陆点比较恶劣 那就是纯粹的垂直降落 如果在高原高温地区 或载中较大时 可用功率不足以垂直着陆时 直升机也能滑跑着陆 在接地后 有一个滑跑过程 可进一步利用悬翼 产生一个减速的水平分离 使直升机继续减速 直至运动停止 如果发生一些意外情况 比如单发停车 双发停车 总具卡制 违奖失效等特殊情况 直升机也会采用滑跑着陆 不过以上这些 仅适用于在地面起降的直升机 舰载直升机就不适用了 起降难度直接飙升 舰载机从进入航线 再到对准中线到着舰 一般需要12秒的时间 在这12秒钟 很容易发生事故 从1947年至1987年 美国海军损失了 12000多架战机 死亡的飞行员超过8500名 其中有70%的飞行事故 都是在航母上起降时发生的 就算到现在 美国每年还有超过15架战机损失 相比较固定义的舰载机 舰载直升机的起降难度较低 但同样很危险 作为可以垂直起飞的旋翼机 舰载直升机在甲板上的起飞方式 与地面起飞类似 也基本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最难的是降落 在舰载直升机中 80%的事故出现在降落阶段 飞行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综合判断余速 高度 下降率 以及航向 从而尽量选择直升机 与舰艇相对稳定的时机 控制直升机迅速着舰 但是一些中小型的舰船 飞行甲板面积较小 并且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 舰船会出现晃动 这个时机很难把控 即使时机正确 也难免会出现意外 如果舰尾在风浪中突然抬高 舰载直升机就会突然撞击甲板 从而出现意外 那么舰载直升机 如何才能安全的降落呢 实际操作时 飞行员需要舰上指挥员的口令 不断调整修正直升机的高度和姿态 对准着舰引导舰 进入带降区域后 下降至指定高度悬停 之后安稳停在甲板上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就是直升机在触舰后 不会发生猛烈下坠 也不会反弹 在双方都不稳定的情况下 这点很难实现 当然作为灵长类动物 上科技是正常操作 想要稳定 绑在一起不就行了 最开始的时候 双方主要靠一根绳来保证稳定性 舰在直升机盘旋至甲板上攻后 丢出一根带接头的缆绳 之后甲板上的船员 将这根缆绳与甲板下方的牵引装置连接 其实就是一个脚盘 等固定好之后 船员就可以撤了 之后自动液压控制系统 将缆绳拉紧 并保持一定的张力 使直升机与船的运动同步 等时机来临 飞行员降低螺旋桨的功率 缆绳增加拉力 把直升机拉到甲板上 中间有一根缆绳与甲板相连 稳定性也有保证 使用这种方式 舰在直升机可以在6级海况下 降落在左右最大各30度 前后最大各9度摇晃的舰船上 这种方法虽然好用 但是需要在甲板上留人 于是设计师对设备进行升级 牵引装置使用激光定位 舰在直升机丢出缆绳后 下方的牵引装置自动连接 之后重复以上步骤 只是这个方案对飞行员不太友好 之前把缆绳随便一丢就行 甲板上的船员会手动连接 现在还要把直升机 停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位置 在牵引装置上方丢绳子 于是设备再次升级 成了现在的鱼叉隔渣驻降装置 原理跟之前差不多 飞行甲板的中心降落区会有一个圆 圆内甲板制成网炸状 手点类似沙窗上的沙网 有很多小孔被称为隔渣 舰在直升机则安装了一个卡爪 也被称为鱼叉 由飞行员操纵 借压驱动可伸出或缩近 直升机机轮接触甲板后 飞行员立即操纵鱼叉快速伸出 插入舰上隔渣内 插头有自动锁紧机构 这种刚性连接可以保证舰载直升机 不会因为起落架和甲板的冲击发生反弹 而且甲板上隔渣都很大 差不多是5平方米左右 可以供飞行员自由降落 在停机前需要复飞时 飞行员只需操纵液压系统 使鱼叉锁紧机构的锁销与隔渣脱离 就可以离界 现在大部分的舰船都是使用这种方式 降落舰载机 美国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 相比要那些固定翼站机 直升机的起降要简单很多 但也难免有意外 特别是在甲板上降落时 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还知道直升机有哪些骚操作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是火力君 下期见 请不讲解释 任期间 有点像 祝福 有点像 可